难道我真的做错了 爷爷 我送您回去吧 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对于身体也好 来 走 苏小姐 您老公在我来的路上 收给我十万 您看 给 这康里有十万 不过拿了钱 就给我闭紧你的嘴 要是敢把我和老公的事 抖出去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嗯 走吧 这两天避避风吐 你不能把什么责任都怪在双双头上 那我就 滚下 没我的同意 不许起来 住手 你要敢替他求情 立刻马上去离婚去 河双双 我告诉你 要不是看你怀在我叶家孙子的份上 我早把你赶出去了 哼 妈 老婆 我 老婆我没事 你快去哄哄嘛 钟管家 你去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刘真的女人 我怀疑 是她联合叶与苏婷 来陷害我和我老公 你给你老婆求情 没有 我就是想让您消消气 别太少活 儿子 这继承权 咱们不能攻守相让 后天的股东大会上 咱们就拿叶家家规说事 赫双双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咱的筹码 妈 继承权的事 我根本就不感兴趣 我只想和我老婆好好的过日子 没出现的东西 你忘了 你爸的遗愿 就是让你继承叶家的家 难道你想让你爸 九泉之下 不能瞑目吗 我 可是 我 没事 可是 我告诉你啊 这继承权 不能给别人 后天股东大会上 咱们就拿和双双肚子里的孩子做文章 这几天 你赶快去联系那几个董事 一定要拿到机场去 知道了吗 我回去做了 老爷子 你今天召集大家来 是要全部什么大事啊 对啊 直接说吧 这老头迟迟不说话 难道是反悔了 爷爷 您不是宣布我当继承人吗 赶紧说吧 对啊 爷爷 您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还真是宣布继承人 看来叶一凡模子说的是对的 对 我今天召开股东大会 就是为了宣布叶史集团的继承人 我想让叶宇集权 这位可有意义啊 这继承权要是给叶宇 我怎么还在叶史集团立足呢 不行 不能让他得逞 我不同意 程总是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按照叶家的规矩 谁能生出男孩 才有继承权 可是据我所知 苏婷的孩子没了 程总是真是消息灵通 方老师 夏老师 你们二位觉得呢 没有 爷子 其实叶家的继承人 到底由谁来继承 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吗 我们几个学 说法的都是外人 这是您的家事 我觉得 您说谁继承 就该谁继承 程总是 别人的家事 外人最好还是 不要多么现实的好 您说吗 就是 本来叶宇 就比叶宇坊 更适合继承人的位置 二位董事 真是好眼光啊 你们 老爷子 这继承权呢 这事情啊 最好不要太模糊 您说呢 程总是 使食物者为俊杰 你可别站错队了 爷已经说了 我是继承人 你们只是被告知了一场 别站错队了 够了 虽然大家都没有意义 那叶宇坊就有 我不同意 大伯母 你现在乱过来小气 严肃权威了是不是 就是 叶宇坊 亏点公司总经理 你这么做着娘们 来找到股东大会啊 别打股东大会呀 我今儿来 就是来请各位股东 评理的 你们一家子 杀人凶手 还评理了 二爷子 我听说叶宇坊 和贺双双谋害苏婷小产 这事是真的吗 是呀王总 您不知道 贺双双和叶宇坊 有多歹毒 为了抢夺继承权 你谋谋害我肚子里的孩子 事情不是这样的 各位 这件事另有隐情 贺双双 你还有点吹在这里 你个杀人凶手 爷爷 你看看这些人 他有没有毛发了 现在都敢公然挑衅您的权威了 他们都敢来捣乱了 一凡 你怎么回事 你还想找事 爷爷 我 老爷子 既然你非相信他们俩的鬼话 不相信我儿子的清白 那我今儿就把话挑明了 我不同意他 当继承人 你 大伯母 别的改着找事 要不是看在爷爷的份上 叶一凡和双双都要去做牢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你们自己信得清楚 我 反正今天必须爱业家家对办事 既然双双 怀了业家的重孙 那我们的继承人 必须是我儿子 我赞同 无规矩不成方言的 老爷子 这继承权 得慎重 诸位 你觉得呢 爷爷 你看看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 难道要纵容杀害我儿子的 最后手吗 苏婷 你们脸皮怎么这么厚 真以为你们做的事情 别人就永远不会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诸位 我和我老公没有陷害苏婷 我有证据 哼 怎么 上次是爷爷给你们机会 你谋害我们的人正物正都在 难道你想当着各位股东的面 重新摊开 让各位董事看看 你和你老公的嘴一脸吗 何双双 你搞什么鬼 我哪 是让你当背景板的 你 干嘛提上一回的事 妈 我真的有证据 为我和我老公洗刷冤屈 双双 你别闹了 今天又听妈 我没有闹 哼 怎么 这是没商量好狗共 起内后了 真搞笑 你别得意 这厂商支持我儿子的人也不少 老爷子 难道你真的不顾及这么多股东的意见吗 对呀 老爷子 这继承权得从长计议 爷爷 还等什么呢 赶紧把亲戳给我呀 我反对 这继承人 本就应该是长子长孙的 就应该是人家叶一凡家的 是新穿这么歹毒的人呢 继承权就该是叶宇的 然后呢 爷爷 虽然您很生气 但是我还是要说 这业家继承人的位置 不应该给叶宇和苏婷 他们才是蛇仙心肠残忍之辈 何双双 你胡说什么呢 何双双 闭嘴 你想说什么 爷爷 请您做主 我和我老公是被冤枉的 我有证据 请您给我机会证明 双双 这是干什么 老公 我不想看着你被爷爷冤枉 虽然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也想为这个家庭做点事 何双双 戏演得不错呀 当家庭主妇 真是屈才了呀 我没有演戏 演戏的 一直是你苏婷 刘阿姨 何双双 你把他喊给干嘛 老公 这怎么回事 爷爷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保姆的证词 快说 我 爷老爷 老爷我该死 我该死 我骗你了 下次对你说的话都是骗你的 是苏婷 他想开车装后就要给个孩子 我 我是他在胡说 我好多能开车装鹤双双干嘛呀 对对对 我媳妇平时连蚂蚁才是个害怕 怎么可能开着装和装啊 肯定这个包在撒谎了老爷 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 是苏婷和叶宇给了我一笔钱 十万都在借我一份也没用 求你开了别让我精致劳烦 啥钱老的 你喊得我儿子差点丢了计程权 苏婷 这回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不不 爷爷他在胡说 你别相信他 刘阿姨你的证据呢拿出来 是是何小姐 我妈先拿 不过拿了钱 就给我闭紧你的嘴 要是敢把我活了 无论是走不出去 不 你在胡说 你胡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我爸可是江北被家宋昌主 你再胡说你不要命了你啊 哎呀救命啊 何小姐爷老爷 我说的都是真话 没有半句誓言啊 闭嘴 滚 苏婷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狡辩 叶一苏婷给我跪下 叶一苏婷给我跪下 叶一 叶一 我们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们一些机会原谅我们这次了 想不到你们两个竟然如此蛇蟹心肠 害人害急 这叶家继扯人的位置啊你们不配 叶家继扯人的位置啊就是叶一苏 叶一苏太好了 还不敢去谢谢爷爷 何双双 你今天敢这么对我一定要你好看 叶一 带着你的老婆好好反省反省 何双双 你给我等着 我们走着瞧 恭喜啊 这以后在公司里啊 你程叔叔还得多指望你 哎呦 程董事您客气了 这以后啊 您还得多指点指点我们家里凡呢 这都是小事 程叔您客气了 好好好 走 嗯 那我也先走了 哎哎 回头见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北城贺家大管家 双双 这位是 哦 这位是我过来的 我让他们帮我找刘君房子证明清白 你过呢 花多少钱 你花我儿子的钱 怎么不提钱说一下 妈 我 业伯人多虑 我们不收钱 我们是民间公益组织 是专门帮周围群众找都市孩子 找动物 是帮忙找人的 还有这种组织啊 哎呀妈 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 再说了 这种组织很有意义啊 哦是是 按那个钟叔 多谢你们帮我找刘真证明清白 不客气叶双双双双 那我们就先走了 儿子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叶家的继承人了 你这衣着打扮呀 哎呀不行 太寒酸了 还有你 你看你穿得烂腾腾的 哪配得上我儿子 你穿得烂腾腾的